这么伟大 这么完美的一个老公 我们一起来好好地认识一下 好吗 来 请 我叫陈海峻 来自广东 我是春花的先生 我问个问题啊 真的不在乎你们的孩子吗 其实说起来的话 是很辛苦的 但是没有什么 比得上他身体的健康 还有他的生命 老婆一直说 你是一个很完美的老公 你觉得呢 我觉得很开心 也很幸福吧 反过来他其实为我做了更多 从我们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我自己一个人在外创业 就生病了之后 我那天晚上我没有给他打视频电话 然后他就打了个电话过来问我说 怎么了 我说我生病了 我今天晚上人真的很不舒服 然后他那天晚上 他就一直呢 就是盯着这个终点 这个表 然后一个小时左右 他就打个电话 问你一下 好 没有好点 因为他可能是担心我分过去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只是一个人在那里 我一个人 他做得非常的细心 就是非常温柔体贴的一个女孩子 我觉得生活也好 婚姻也好 都是相互的 为对方着想 然后才能够过得下去 过得好 其实今儿 春花来我们这个节目现场 除了想要为老公而战之外 我听说他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是 就是我想生一个宝宝 我之前又怀孕过一次 但是我老公让我打掉了 因为那个时候 他刚刚是上广州去 检查完全确诊了 他这个病之后 是准备做那个切除手术了 但是做切除手术的前一天 他是要做一个全身的检查的 到那个时候才检查出来 有了身孕 那个时候呢 就是已经做了非常多的 带服饰的这种检查了 所以宝宝可能身体也不会健康 如果说要生这个宝宝出来的话 那么他的手术是做不了的 所以就是说 一定要先保证他的 保持安全跟身体健康 我现在是 这手术过后差不多一两年了 恢复得怎么样 还比较稳定 但是我 我就想生一个宝宝 他始终不答应 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他能答应我 因为 你为什么那么想生一个宝宝 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我想留下一个好美好的东西 在这个世上 我的亲戚跟我生了一样的病 已经复发了 因为医生说 他这个病比较容易复发 一旦复发之后 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安全 他就会没病 所以我一直都不是很肯 让他生下来去冒这个风险 我其实也挺理性的 我有问个医生 医生说 我是可以的 我觉得还是很放心的 想要努力去 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我一定要生一个宝宝 这个是我最大的遗憾 是 你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